大家好,我是金阳 今天我们Luna已经有反应是第十天了 昨天晚上这个谁海盗没配上去 早晨把它给放出来 看这个时间段它这个树枝有没有正好 昨天给它凉的时候忽高忽低 也不知道是机器的事还是狗的原因 咱让海盗自然的吧 不管它们了,让它们把它放进来 能搭配上就搭配,搭配不上的话再等一等 海盗进去之后先活动了活动 然后也试了试手 这个Luna还是比较高 不好配啊这次 这个海盗它海拔和这个Luna现在是一样高 如果要搭配起来的话就是Luna高了 让它俩再活动活动 如果不行的话穿上红战袍 我还得去给它们扶一把 净可量的还是让我们海盗挂上自动挡 我们海盗对这个Luna是很上心很努力 但是这个Luna呢 它身体高 再一个就是不配合 它站不住 然后一直往前走 这样如果要是换挡位的话 换不上去 自动挡是挂不上的 去穿红战袍 然后把它给把执住 有的树枝大到400多了 大家看到这一幕可以为啥 肯定得问 这为啥给它带个龙嘴 因为这家伙啊 它只要是关键时刻的时候 它就要挣脱 它比这个多米的反应更大 你没有办法给它带上这个 为啥给它带呢 因为它扶的时候它咬人啊 就怕它咬咱们了 所以给它带个龙嘴 梳枝已经降下来了 咱们不行 就是给它人工一次 第一次给它人工 应该这一次搭配上之后 生完生完这会儿 我下次再配的时候就没啥事了 这个家伙啊 有心理反应 我去把海盗给放上来 看不看不 你动 老实 美丽啊好搭配 这些生了 放好一会儿吧 我马上就出来了 你说这家伙 哎呀太难搭配了 我们以后给它 给它那啥的时候 搭配的时候 必须要要防止它 它那个嘴啊 哇哇 一个劲儿冲我们来 这可不行 因为我们路纳是第一次 然后呢 对这个事儿有点敏感 所以说它就那个啥了 它就有重大动静 咱这次 如果要是 呃给它职配不成的话 三次给它人工啊 人工之后 它生一窝狗 应该下一次就没事了 路纳海盗第一脚啊 人工已成功 这个路纳 这小路纳让我想起了多米 他第一次搭配的时候 也是像这样啊 那是来回乱跑 来回呢 就是掉头和这个人对抗 和这个搭配的总工对抗 这都是多米的当时那个反应 第二次再搭配的时候就没事了啊 这个路纳 现在它也是这样 希望它这次搭配成功了之后 生了小狗第二次 也和多米一样啊 顺顺利利的搭配 生第二狗啊 这海盗呢 刚才也猴急猴急的 但是不能再让海盗在这动了 给我们海盗准备几个鸡蛋 让我们海盗补一补 来海盗 给你两个鸡蛋吃 来 这次虽说我们海盗支配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责任不能怪我们海盗啊 我们海盗是很厉害的 第一窝给它成功 应该咱们是新母的情况下 全部能成功 全部能成功 也有可能是带的也不少 海盗你也回去吧 今天这任务完成了啊 等它过两天 待两天 然后你再出来 出来再给它搭配 听见没 你还一个人挤我在这